杨子江是中国的母亲 从八岩克拉山西路奔腾而下 灌溉了卧野千里 孕育了世界上最灿烂的辉煌文化 在这条大江之旁 出生了多少烈士豪侠 才子佳人 上演过无数可歌可泣 哀怨动人的故事 这首词的作者李芝怡 他是宋朝近世出身 但是官运不佳 屡次遭到贬低的命运 所以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渡过 尝尽了人间离乡背景的滋味 这首词就是他在中年流落他乡时 因思念妻子而作 以朴素的文具写出离别的哀怨与伤感 而长江就是两地相似的唯一凭借 虽然悟患心仪 小儿女的形体早已化回尘土 繁补了苍茫的大地 但是李芝怡那一份明心的思念 将如江水般滔滔不绝 超越时间与空间 世世代代地伴随着生生不息的中国人 永远地存活于大家的心中 此故完全进行 哎呀uda 谁也着buzO 下道人 Graham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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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